这场突如其来的午后暴雨 在台东 泰马里还有资本一带 造成了淹水灾情 三河村有十多户的民宅 因为排水沟阻塞 大量的雨水夹杂着泥沙 冲入民宅里 让居民是又气又无奈 大量雨水夹杂着泥沙 让台九县台东三河路段的道路 瞬间水流成河 甚至一旁的排水沟 还不断冒出水来 向过小泳泉 下午三点多 一场午后的咒语 让台东泰马里江的三河村 短短一个多小时 就成了水乡泽国 因为排水沟堵塞 让大量雨水灌进民宅里 满目疮痍 吃了嘛 我们只要睡 水就沿着到里面 是要怎么叫我们来做 对吧 你也看政府怎么 把我们扮就把我们扮得好 过去都摘掉了吗 水架了 我都摘掉了 现在很多水 不然水都没有出来 下了一个多小时的大雨 总算停了 让原本大约水深极其的积水 慢慢退去 民众才能够动手清理家园 居民无奈地表示 家园每逢大雨必烟 现在还只是下一场咒语 不变成这样 要是再不处理应变 到时候台风如果来了 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明日新闻李一汉台东报导